各位觀眾朋友要到六千人 政府最近利用水上一間已經停辦的國室 整個做官主民的文化回溯 要讓在都市的官主民 沒有學識教育和團成文化的記者 在嘉義縣是善居的 沒有聚落 但是他因為有這樣的這個活動空間 可以讓我們這個族人能夠有一個 凝聚的一個空間 住在教育館的原住民 人頭數有兩千四百多人 大部分都在煩惱 民鄉中保和水上升 本本區的結會所空間比較低 管政府向原民會進出經費 讓都市原住民有比較好處的地方 我們的年輕人小孩子到度會期 多年以後 沒有接觸到我們的母語 我們的母語已經兵威了 慢慢已經消失 那以後有這個集會所的時候 我們可以固定叫我們的小孩子來 我們叫他們跟長輩一起來歇息母語 各位觀眾政府指出 未來又慢慢地確保這個空間 也要在這裡來基盤教育庫庭 在這裡是文化化妥當 希望讓這個地方 只要到市原住民的基點 可以發展和團成原住民的文化 在這裡的林徽庭 各位報道